環球的投資市場都蠻波動 不過有一個市場的資產價格不停升 就是全球的房地產價格 我想很多朋友無論是投資還是自主都會有很多問題 究竟接下來應該怎樣部署這方面的投資策略 甚至可能有些朋友疑問 究竟在外國買樓有什麼特別要注意